然後我們是最後一個終極下載 來到最後一個分享 那我現在是在 大家都知道蝦品牌賣嗎 就是它是一個購物品牌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我要整補它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 就我就用這幾個關鍵字 然後來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蝦品牌賣 那它是一個C2C的電商品牌 也就是說我們跟DK混合兩部 還有霧天合不一樣的地方 就在於說我們是專注於 個體跟個體之間的買牌 就我們覺得你有買的需求 你也會有買的需求 那就在這裡也是歡迎大家上來 開賣牌點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創意的想法的話 我們這上面是連財意交換 或是各種的服務品牌 那再來就是我們是一個 完全全以社群為導向的開賣牌 就像是譬如說 有人可能在雅路上面買過東西 或在路面上買過東西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買的東西不是你要的時候 你根本不知道要跟誰一講 所以你可能不想拿來克服 可是你沒有一個 比如說粉絲團或是哪裡 就是可以知道說 這方面的訊息 那我們就是網完全全 跟社群上面的活動法在一起 那再來就是我們最特別的 就是第三方支付 就是第三方支付就是 你在買賣的時候 你買家付的錢會先在銀行裡面 然後等到確定你東西是對的時候 錢都要貨幣 那再來就是 這是三個 就是那我們今年就是剛買 去年12月剛買一歲 那再來就是 第一個600萬就是 我們現在下海盤大概是600萬 然後134萬是我們 我們資團的人數現在大概是134萬 那400萬就是 其實現在單月平均單月的單量 大概是400萬左右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每個月大概有10萬多單 就是有10萬多個人在 我們的品牌上面交易 所以其實台灣人真的很會買 所以如果大家就大家要創業的話 真的不要吝嗇就是丟出你自己的 idea 你要想賣什麼 或是你想要就是做什麼品牌 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多元的管道 好然後再來就是 當初為什麼會想要選擇 好 好 好那對那再來就是 我們差不多原來就是 藉由線上的居種 就是我們在線上面 把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希望藉由這些方式 來導到我們應用程式裡面 那這就是 對這就是為什麼 小便的存在的原因 因為你知道現在在 你可能不會去現場逛街 你可能不會去現場買書 但是你不用網手機 那我們所接受到 買東西的資訊 都是從網路而來 所以你是不是看網路上的文字 覺得它是寫什麼 然後來刺激你購買的慾望 好然後再來就是 當初為什麼我會想要 幫我開開開實習 就是因為其實第一個 是因為我那時候 對行銷這件事情 有很多的想像 因為可能大家在跟同學聊天之間 你可能會聽到同學說 欸我對行銷有興趣 可是其實很多東西都有行銷 比如說化妝品有化妝品行銷 車子有車子的行銷 那你覺得你是對什麼的行銷有興趣呢 那時候我自己就在問我自己這個問題 那我發現我對人的行銷有興趣 我喜歡 我喜歡消費者的行為 我喜歡研究消費者的行為 我喜歡知道說 比如說這個人 他適合什麼樣的文字 會去激起他在購買慾望 或者說這個人他受什麼吸引 我喜歡就是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 我不喜歡就是 比如說 可能很多我們常常看到DM 就是買兩千送兩百 就這種很平凡的文字 然後我喜歡 那那時候第二個好奇就是 我聽到偶爾 偶然聽到的 就是像剛才的CEO 然後他們在講他們那時候 因為我們剛上線的時候 是全面貶運 所以你就在買一支牙刷 也是不用貶運費 然後最後有人就說 那你們想要賺什麼 你們有在賺錢嗎 就是你們免上加費 你說那個什麼 交易費、免手續費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 第一個他對台灣的電商有信心 他覺得已經很少人 在想要顛覆台灣 對電商的形象 那第二個就是 其實他們在賺的是 對付客的黏著度 當你今天你信任一個APP 信任一個購物品牌 那你可能就是 以後你想買東西 你就會想到我們 或是你今天想要買書 大家會想到付客來 那或者你想要買什麼 你會想到什麼 那其實他們是前面都在賺 就算這個消費者很明顯 那再來就是 想跟大家介紹 就是小編工作的日常 就是有些人 好小編也都不曉得 其實小編就是包山、包海、包公關 包氣泡、包打雜 包就是在老校 就是各式這樣的工作 那其實我覺得 可能我自己的實習 經歷並沒有很豐富 但是我覺得 我光是在這個品牌上面當小編 就學到了非常多、非常多、非常多 在網路上行銷的能力 然後我就想要 以每日、每週跟每月來區分 就是切割我們什麼都在幹嘛 其實到份的時間 以每天來講 就像大家 不然應該會有 跟一些官方帳號做連結吧 那你的官方帳號 你會發現這些官方帳號 他在發訊息連結的時候 其實都在一定還沒想 有時候吃的 他會在六點發訊息連結 或是買用箱可能在八點 那這其實都是 那個品牌裡面的社群 他們需要對他們的TA做研究 比如說我們今天認為 我們的TA是怎麼樣 我們會把他的 輪廓描繪得非常清楚 那藉由這樣子 才會對我們寫的文案有幫助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賣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要針對單身 上班很忙 中間時間再回家 然後可能哪裡的上班圖 我們會把TA的輪廓描繪得非常非常清楚 然後再去寫文案 然後再來就是 對 所以發訊息很重要 然後再來每週的很重要 其實關心經驗 關心經驗就是 我們其實有很多經驗 就是台灣的平台很多 那你的經驗在做什麼 你們可以做什麼 或是我們不能做什麼 這都是我們每週要去關注的 然後還有成效分析 其實是我覺得 我在這個平台上面學到最多 因為我們其實使用非常非常多的數據 來看我們上一週的活動 或是上個月的活動辦得好不好 那是不是可以針對下上次的活動 來做任何的改變 或是可以再做一次 那再來下個月的活動規劃 因為我們平台上面的貼文 基本上不是像其他平台 它可能會只是一個活動 那你針對這個活動 你可能前兩天前三天前一週 就像我們平常在學校辦活動也一樣 你在學校可能辦一個什麼社會活動 你可能三天前就會發說 三天後大家要來參加 然後五天前 或會介紹說表演的陣容有什麼 這種 但是我們的每一個campaign 我們都規定說 我們要有一連串的包裝 比如說今天這個活動 它是叫購物節 那請問你在前一週的每一天 你要用什麼貼文 或什麼抽獎機器 或什麼遊戲 來讓大家持持續續的關注這個活動 然後所以通常如果下一個月有這個活動 我們從前一個月就要開始對話這件事情 而且加上我們還有很多 所以就等於說 我們希望藉由 就是我們不希望淡留言的分享 就只是說 我們要做什麼 或者說 我們不只是希望你 就是 我們希望放大這些淡留言的分享 甚至淡明一個表情不好的東西 都可以是你在臉書上去操作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臉書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基本上最多的貼文就是 就是導購 然後第一導購是 好就是如果我會放這張照片 讓他會舒服 然後那時候他還有一千多的單 這我也蠻好奇 但是你可以發現 從這張照片你就會看出 其實人對普通的商品照 不一定會很刺激他的購買魚 但當他發現這張照片 好像有一點特別 他就會想知道 那他怎麼還沒用 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我們就很喜歡 藉由這樣的方式 其實是讓你對這個東西好奇 但是我們不想要別 其實我們只是平台 我們不是賣這個東西 我們作為一個平台 我們只需要說 喔你對這個東西好奇 你最會想買 但是你也不是付錢給我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但是你會喜歡這樣貼貼 那還有這上面 其實是一個連結 它是一個折家專區 那我就沒有寫說 沒有寫買兩千什麼兩百 我就寫說 除了你的美其他都打折 因為他裡面是賣的化妝品 然後就有人就覺得說 喔對對我的美麗沒有打折 然後我就進去逛一下 就是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抽獎 那我們粉絲上面的抽獎 我們都是有目的性的 就像這個 它有一千 1.6萬的單 然後1.6萬的留言 1.1萬的分享 為什麼 其實它是為了我們那時候 買一週年生日期的育熱 其實這張照片 也不是外方照片 是我們自己拍的 那為什麼它錢銷那麼好 你可能大家想要買這個相機 想要抽到這個相機 但其實它就對於火動 達到了一個很好的育熱效果 就等於是其實是粉絲在幫我們宣傳 我們就是靠頭 就有這個活動 那再來為什麼要抽片子 是因為其實男生 以男生來講 男生很想要往不上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很想要 陪及男生的粉絲 因為我們做了一個抽片子的活動 希望可以增加我們粉絲數的 就是百分比 所以我們譬如說 今天覺得什麼商品很吸引呢 我們就抽什麼商品 其實是因為我們希望 只有二手 所以我們兩個人比較安全的 人家根本來是對我們關注 然後再來就是虛世話題 那虛世話題其實就是PPAP 然後這個是那個 網友上線的時候 我們做過的一個直播 就是網網友 那就是對小編來講 其實虛世話題 只有24小時的新鮮感 基本上在你接受到 比如說PPAP 在你接受到的這個 10秒 比如說半小時之內 你沒有想出一個 它可以怎麼跟你的品牌 你來結合的方式 曝光方式的時候 大概可能幾小時之後 它就已經不新鮮了 因為人家都已經做了 所以可能我們每天就是 接受到一個什麼 非常多的 非常新鮮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要立刻就交換成 可以幫助你品牌曝光的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直播 然後直播是我們現在 品牌上就是 非常喜歡嘗試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直播是那個炸西瓜 就是你會想像說 炸西瓜跟購物品牌有什麼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在這個 在這個炸西瓜花的直播裡面 為什麼它會那麼多人看 因為大家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直播就是 我們買了大概 500條的橡皮筋 然後綁在這個西瓜上面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看網路上就它會爆炸 然後我想說 到底會爆炸 那我問你 如果說你今天是這個看直播的人 你是不是很想看它爆炸 你就覺得說 它是不是已經會爆炸 所以那時候 其實到了就是快要 就是它越來越多橡皮筋的時候 就很多人他們就說 太多了 太少了 它就開始跟我們對話 雖然這個直播 雖然主題跟你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但它非常直接的跟你的用戶互動 然後它就會說 欸那個小便 那小便 你真的很高啊 你一直綁十條啊 快一點啊 然後結果後來 馬上後來就習慣爆了 然後 然後 那我們就把它吃掉 那我們就把它吃掉 然後 在野人直播 這個就是完完全全 跟我們自己的平台 有關係的直播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平台 有提供購物金 那我們就直接在 你發現這個直播 它拿到 我們很緊張 就是它的 流通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直播的當下 跟大家玩終極命嗎 那 為什麼它很多人想 因為想可以從那個 很高級的水風機 所以其實這個小小的直播 它就成功的達到說 我們在直播的期間 公布折扣碼 所以你看到這個折扣碼 你可以立刻到 我們應用程式裡面 輸入這一串 可以直接折你 而且它是限量的 所以你知道很多人都很聰明 他會把手機 在手機上 然後他想要買的東西 全部都在歐側面加好 然後盯著電腦的直播 然後一看到折扣碼 就立刻輸入 然後就立刻結帳 就是立刻折到 所以它就是一個 線上到線下的 巨重的一個方式 就是因為你在它在 背心上面看到直播 然後它得到優惠 然後你留言會分享 不太有好處 它就立刻到你的名牌上 然後其實我們最常做的事情 就是在需求中 需找創意 然後這是我那時候 做的一個 天氣它只有17秒而已 可是有200多萬的數值人數 就是因為那時候 數量的時候 140很夯 然後我就想到了一個 可是你要穿140的時候 男生可能不太懂 就是穿140的時候 你家手袋拿起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數也就這樣 然後就變數口袋 所以你就是想要 就是你明明就是 想要露出肩膀 然後可以露出那邊 樹口袋 你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出了一個 很特別的方式 然後就教大家 在大概15秒裡面 用那個回紋證 什麼DDD 然後那個衣服就不會這樣 一直起來 然後這個影片那時候 都有打擺完出題 所以你知道台灣很多人 就是很特別 所以其實我們最常做的就是 從需求裡面找創意 就是在你看到你消費者 有什麼需求的時候 你用一個什麼創意的方式去呈現它 好 那有時候就是 當小兵會有一些小特寫 就是我那時候有回去 喜歡往前 但是你有時候就是 你會 其實當我們在我們上面被罵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立線 就是你知道就是 我常常 雖然我常常跟大家說 喔 實在慢慢很好用 或是可以來我們上面玩 可是你一定會聽到有人講說 我們那個怎樣 我會被騙 然後賣一張什麼 有沒有不爽什麼 你一定會接收到這種 各式各樣來自社群上的訊息 可是當你身為一個小兵 你在回應的時候 因為我們在粉紅上面 我不是姓我嗎 我就是一個小兵嗎 所以你在回應那些用戶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安撫客戶的情緒 可是你又同時 為你的平台站的主角 所以你絕對不是一昧的去跟他說 就是很抱歉啊 那種官方回覆 其實他們不是 那不是他們要的 就對於如果說你是一個品牌 你的用戶 你一定要知道說 他現在生氣的地方你在哪裡 他現在在那邊撲毀了 然後你要嘗試去 就順著他的話去說服他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 溝通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但是就是 話到最後也是 我就因為跟這些用戶溝通之後 發現我的Q值到超多 就是對 因為大家就是 因為其實 因為台灣人到分都會覺得 付東西 付錢的人最大 所以他們其實 明明就是他們 買賣家之間的糾紛 可是為什麼他會訴訟平台 那一定有他的原因 所以你就要嘗試在平台底下去恢復他 然後再來就是 碰到這些挫折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作為一個利用程式 可能大家以後也有可能創業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滿意 讓我們所有人滿意 你有沒有辦法去滿足全部人 所以我覺得就是 環境有點不會實權實美 那我就覺得就是 第一個就是 Do the thing right 我覺得是從你自己出發 如果你覺得這件事情 是有價值的話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說你有一個好的團隊 你有一個好的策略 其實經過你的評估 這都是好的 那你就要對他有信心 然後接下來想跟大家分享三句話 然後第一個就是 找到一個最適合你的位置 然後深而廣的視訊個人 因為我一直都很相信 其實真正可以幫助你成長的人 只有自己 當你自己發現說 你自己對什麼東西喜歡 那你就自己花時間 花心力去認識他 你就用自己的 就是那樣子對你來說 你的資訊才會有 才是有意義的 然後 第二個就是 不要太快下定位 努力需要一點時間發笑 因為其實我當初 就是剛進去俠平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人知道 俠平開買 所以大概是去年三月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知道 然後那時候也會有人 對我的實習 就會覺得說 那你就是個小便啊 就是要發發文啊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就會覺得說 小便就是都在那邊發文 然後發完完之後 再等下一次我發這樣 但是其實他們不知道 可能我們為了要是幫助 就像我剛才講說 你回應社群的訊息 為什麼我們不重視 那是因為 每一個 我們覺得每一個用戶 他們對你的意見 不管是正面或反面 其實都可以對你的品牌 造成好或壞的影響 如果你今天 比如說你小的 平平或小的 他的不爽都不重視 其實 就是久而久之 那就是很多人的不爽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個品牌 你願意照著他的犧牲去走 其實他們會願意相信說 這個品牌 他們會願意給別人吃機會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管 就是想要努力什麼事情 都不要太快放棄 如果太快就覺得 這件事就是一就是二 全有不然就是全無 其實要給你想要努力的事情 一點時間 就是他最後一定會會 就是不管他最後是 我們人所定義的成功後實在 他一定對你的人生 多少少都造成什麼影響 然後最後就是職稱服 就是你收穫上去 你心態期待 因為你工作的價值所在 就是我還蠻 在信用公司裡面 其實我們完全全沒有 一個實施真的 很多人 就是真的自己在自己工作 可是真的不能把你想想說 你就是去黨 或是你就是有公主生 其實你應該要 相反的你應該要 對自己有期待 但是當主管 招辦你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對自己有期待 你會去想像說主管 對你想要完成這件事情的 期待是什麼 你知道你做這件事情 才有動力 然後再來就是我也覺得 整理自己很重要 就是那應該是小心吧 就是會想說就是 對他會真的覺得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你 就像我們去應徵實習 或是想要參加什麼活動 你一定會投履你 你在履歷上面 就是我覺得協履歷 就是可以沒什麼 就是協履歷真的超級重要 就是你可以去檢視說 對你過去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你有什麼經歷 那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實習的話 你實習了半年 或是實習了一年 你也應該要重新去審視你 當初投進那時期的履歷 所以到這個時間 這個期間 那所以你的履歷多了什麼 你的 譬如說你的本來是 會只有二兩顆星 那半年哪裡多到五顆星了嗎 我覺得這是你 常常去檢視你自己的 努力成果 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我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